Odia Jungle 梁桶的孙女,其父梁桑是个有名的才子,不但喜好读书,还曾经著书里说,但却郁语不得志,妻子生下三男三女之后,不幸定是,其嫂是光五弟的女儿,五音长公主,嫁梁桑之兄梁桑为妻,当五音长公主看到梁桑孤身一人,抚养幼子十分困难,于是,主动提出收养了他们三姐妹,所以说,梁氏三姐妹虽从小失去母亲, 但在五音长公主的呵护下,也都长得如花似玉,知书达礼,建出二年公元77年,汉章帝照梁家美女入宫,最小的梁氏和她的二姐双双被选入长乐宫,因姐妹俩相貌出众,均被封为贵人,与梁氏姐妹同时入宫的窦士,因偏生励志,格外受到汉章帝的宠爱,被策立为皇后,因窦士功于心计,性格温顺的梁贵人, 根本不是她的对手,建出四年公元79年,梁贵人为汉章帝生下一子,名刘赵,因刘赵聪明伶俐,汉章帝十分喜爱,窦皇后虽是奉章帝多年,却一直无子,聪明的她见汉章帝喜爱刘赵,于是,主动要求将刘赵收回养子,汉章帝十分高兴地答应了, 梁贵人虽心中不怨,但也知道窦皇后的秉性,她的想法是,窦皇后专宠于汉章帝,儿子由窦皇后抚养,也较容易费力,为太子,梁氏家族也会跟着写要起来, 谁知,狡猾的窦后猜透了梁贵人的心思,建出八年公元83年,窦皇后只是下人,以匿名信诬陷梁贵人的父亲,致使其父梁颂冤死欲中,梁氏族人均受牵连,梁氏姐妹不愿忍受折磨,双双自杀身亡,其家族被流放到海南,吴阴长公主,亦被流放到洛阳缺陷,张和二年公元88年,汉章帝驾崩, 梁氏十岁的儿子刘照,继承皇位,是位汉和帝,窦皇后被尊为皇太后,因和帝年幼,由窦太后临朝执政,而九泉之下的梁氏,却享受不到母依子贵的殊荣,用元九年公元97年,窦太后去世,还没来得及下葬之时,梁贵人的二姐梁义,上书陈述贵人网莫之状,太位张仆,司徒刘芳,司空张奋也上奏, 请求依照汉光五帝贬出吕后的势力,贬去窦太后的尊号,不与汉章帝合葬,但汉和帝守赵约,窦是虽不遵法度,而太后常自检损,振奉是十年,身为大义,礼,臣子无贬尊上之文,恩不忍离,义不忍亏,按前世上官太后义无讲处,其物负义,汉和帝应念及窦太后的养育之情, 仍按皇太后的仪式,将她与汉章帝合葬于禁灵,汉和帝因生母梁贵人受冤枉而死,于是,将其重新厚葬,以贵人之礼葬之,视为公怀皇后,追捕丧至,百官搞肃,欲解梁大贵人聚葬西陵禁远,并追封自己的外祖父梁总为包亲敏侯,把梁总被,编到旧真的梁堂,梁雍,梁宅都封为侯爵, 赏赏巨万,宠欲无比,梁氏一族自此开始发祭尊险,本篇完